他主席還說說 剛剛你沒有為了站台他就寫不到 是不是他為了站台 那我們只能請朱大大這個高台貴手 因為這個我們幫自己黨籍的候選人服選這是我們的義務 所以我們只能請我們朱大大還是把這個焦點轉回周一購身上 對我們來講高台貴手高台貴手 我們看說有那個獨派說要簽那個不承諾投降是否覺得簽這個有用還是有150個不承諾就簽 投降是民進黨的問題 因為軍隊並不會聽在野黨指揮 所有的軍隊所有的武器的調動都是民進黨 所以民進黨第一我覺得不要落跑 因為戰爭爆發的時候 這些高官大官的家人可能都先落跑 然後這些大官就算在台灣也都躲在地下碉堡裡面 真正死傷的都是老百姓都是最基層的這些民眾還有年輕人 所以我覺得誰投降的問題這個應該是找民進黨不是找在野黨 因為民進黨才有辦法投降國民黨不會 林佳龍說韓國瑜比侯友宜更有序更像一個人 你認為這個說法很恰當嗎 對我是覺得這個林先生選完之後就要回中央做大官了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多說好話多做好事 比如說可以去沙灘撿垃圾做這兩樣事情 積極口德 不要得罪人我覺得這可能對他未來官運會比較好一點 市長 他說昨天高端公佈這保護力道報告是不是在你舊程中呢 我想對一個已經快要已經幾乎要這個已經過期了 已經基本上沒有什麼人在用 而且又是第一代的疫苗 對現在這個對現行的這個病毒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作用的這種疫苗 政府要花這麼多的功力 以不成比例的這種資源跟這種這種協助來刻意去掩護它 我覺得這其實這本身就已經說明了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這一定有很多黑幕了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 在你錢購課 我以為人人的救助點 我是我 我會送不到你 誘 FREE 結香